岑麗香出席電視劇 BB大小開鏡儀式 這次是香香產後首次復出之作 這麼久沒有拍劇 會不會覺得很不適應呢 我想最辛苦的東西 是我很久沒有拍劇 所以很久沒有練習我的中文 所以很多時候就說得嘖嘖嘖嘖 我的角色是讀過很多書的角色 所以有很多很複雜的成語 又來了成語要說 那就是要很辛苦這樣 好像說幾十次才可以順著一個字 但是你要加加在一起 真的很多 我昨天有幾句 我就要說好像字甘墮落 我就說了字墮甘落 然後一加三某就變成一三加口 那些 所以就是辛苦現在就是這一點 盡力少一點 我都不會給自己 就算不是我拍的 我都在北邊拿著劇本 重複重複洗自己的腦 直至我記得那句 現在做了人媽媽 再做媽媽的角色 是不是都會特別投入 我覺得都會的 因為很多場口是關於 可能BB很多的第一次 例如他第一次 第一次我和自己的朋友出去吃過飯 被別人照顧 被媽媽或者婆婆照顧 就是這些很掛著他 其實劇本又寫得很好 又很容易投入 但自己現在回公 會不會都很掛錢 掛就一定會的 但是我拍之前 是和家人全國開過會 在想其實我能不能夠做得到 有不有大家的支持 大家都很支持 家人每個人都很肯幫忙 很肯幫忙照顧BB 還有傳很多影片給我 我身邊都有很多Working mom 他們都做到 所以我都收到很大的鼓勵 雖然不容易的 但我會繼續努力 我真的幸運 她是很多人都黏的 還有一個小限的V 所以這個福氣是她給我 我也很感謝她